3月23日 由国家体育总局和文化部共同主办的2015年 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主办方宣布将在全国统一推出有专家创编 适合不同人群 科学合理 简单易学的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 并对其进行推广和培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外方是不管这事的 为啥呢 因为广场舞跳舞就是玩 它没有明确的信息传达目的 它不像说你在大街上你这弄几个人 在这讲这个讲那个 那官方肯定得管一下 你在宣传什么样信息 或者说你弄一把人在那搞销售 就得看看你销售的是不是甲慢伪劣 是不是非害老百姓的这个 生命财产安全等等等等 而广场舞和这个没关系 不搭建 再一个广场舞本身呢 这种自娱自乐性质呢 它是以音乐和舞蹈形式出现的 对于说这个官方要管呢 整顿市容什么的 和这事关系也不大 但是不管这个 却引发了很多矛盾 头一个就是我说这个场地问题 第二个就是噪音问题 就本来咱们这个社区啊 包括公共面积 锻炼的面积就不太大 这是个大妈来了 路恩基这一发 再一扭的 把这地步全站上来 很多人觉得 你把我锻炼地步给站了 更主要一个呢 它放音乐有的噪音 尤其是时间问题 一般大清早就跳 人家年轻想多睡一会儿 晚上也跳 有的人睡得还早 这觉得这楼下 简直就受不了 所以这边是 大妈这广场舞有锻炼的需求 那边是一些人认为 从场地和噪音上扰民了 所以双方的冲突在这些年来 是越来越尖锐激烈 跳跳屋最起码这个 听出音乐 心情也管舒畅 身体反正也肯定也好吧 有点这个音乐倒是好 都不要太大 太大确实不好 关键是互相理解 这个要提 特别是这个周边群众 不要对人家影响太大了 你声音太 你放着声音太大 人家没法休息 有很多城市出现的 往广场舞场地里泼粪 我让你们跳 还有的甚至放脏袄 吓唬这些大妈 双方形成很多冲突 有时候都闹到派出所去了 甚至国外都有这事 你像纽约 华人大妈在那跳广场舞 也就被人家警察给制止了 莫斯科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 咱们这个深圳市 甚至出台了一个法规 就说每天跳广场舞的时间 早晨是七点到九点 晚上也是七点到九点 这个点只有这个点能跳 其他时间你不准跳 否则算找名 近些年 广场舞 广场舞大妈 都成为网络搜索热门词汇 因广场舞引发的争端 更是屡见不鲜 2013年8月30日 因不能忍受广场舞音乐声音太大 56岁的北京市民 施某持猎枪朝天鸣枪 并放出自家饲养的三只脏袄 驱赶跳舞人群 2013年10月23日 武汉一小区 正在跳舞的大妈 突然闻到一张恶臭 原来是被拖了一身粪便 大便哦 帮着那个泥沙 当时知道 整个都臭得不得了啊 头上大便啊 衣服上都是啊 我在屋檐里都洗的 他的就是熊猫朝 后来就用枪的标水 然后就把那个沙的外面 一沙塞头的 搞这个东西就冷了 但是他这一回就是我抬去的 2013年11月26日 武汉黄皮 一名男子因大妈们跳舞的声音太吵 而引发纠纷 手持菜刀将一人砍伤 为了阻止广场舞继续扰民 一些市民绞尽脑汁 想出各种对策 试图撵走广场舞大妈们 如泼机油 铺设铁丝网 安装车位锁 更有甚者 温州一小区600多户业主 凑足26万 购置专业高音炮 还击广场舞 家里有小孩 有老人 生活上已经受到干扰 所以呢我们才会想 想到去 办这个 依照制造这个 这个办法 在众多案例中 噪音饶民问题尤为突出 不少居民反映 希望尽早推出相关规定及措施 这样大妈们跳得舒心 市民住得也安心